在大染钢班的娱乐圈中,总有人沉浸其中,臣服不由自已 但在娱乐圈中就有一名女演员,她曾因拒绝娱乐圈中的潜规则而剔度出家,皈依佛门 后又双亲家境贫寒,再度复出拍戏,赡养父母 她就是90年代台湾著名女演员苏翠玉,一名桑尼 苏翠玉出生在台湾高雄,作为家中独女,父母从小支持她的喜好 从小升到清秀动人的苏翠玉,毕业于台北戏剧学校 在校时就因较好的外貌被称为小林青霞 苏翠玉为自己取一名为桑尼,希望自己与林青霞的演员之路一样,如光明大道 1984年,桑尼正式出道,凭借YES一族入围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 有后辈导演罗卓瑶、方令正认为很像是年轻时的美艳芳 长相美丽,在娇憨清秀之间的气质,让桑尼在90年代的台湾影视圈的辨识度非常高 但名气越来越大后,成名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心思纯净不目名利的桑尼,略次被娱乐圈中的潜规则所打扰 当看清其中真相后,桑尼在当年做出了一个轰动的举动,退出娱乐圈,剔赌出家 2001年,桑尼在中台禅寺,出家维尼,法后见优 在当时令无数人唏嘘 桑尼当时受到潜规则,而她果断拒绝 也就是对外宣称的演艺事业受挫 她逐渐开始接触佛法,后来提法维尼 可是在出家后的第二年,桑尼回家探望父母时 缺因父母需要赡养而脱下袈裟,重返世俗,继续演艺事业 拒绝是为了尊严,回归是为了生活 万般无奈,惹人唏嘘啊 桑尼表示,选择出家是因为从小与佛有缘 并在出家前切断了与经纪公司的所有合约 但在2002年返家中,看父母生活窘迫 未尽孝还俗,再度复出 在最红时选择出走,又有重回的勇气 桑尼在当年确实是一名奇女子 在纷繁热闹的90年代中,能够如此清醒 并独立的女演员着实不多 今天就和小盘一起回归,看看90年代的她有多经验 1984年,桑尼参演《苦心连》 播出时反响很好 但桑尼却未随之巨大火 1985年,笑有江湖中的小师妹伊林 桑尼青色懵懂的少女感扑面而来 销售清秀,怎么看都是林家少女的稚气 1986年,台版《新绝代双胶》中的慕容九 装发精致了不少 小巧玲珑的五官多了一丝娇精感 少了一丝顿感 1989年,桑尼在编程刀身中总算小有名气 一人分饰两绝,扮相上也是小家碧玉 颇有古典气质 1987年,现代剧中的桑尼少了一丝娃气 脸部也圆了一圈 则反而有了都市少女的时尚和灵动可爱 1990年,刺客列传中的桑尼五官张开 明眸好齿,清晨脱俗 古装扮相极为好看 此剧也打开了她的知名度 1991年,YES一族他饰演的阿姨白衣长发 鼻头微肉增加了甜美度 瓜子脸小又娟秀 哪怕是一枚简单的发卡 也难掩惊艳指色 在香妆坐在头尾的浅笑 眉眼眯成缝 这般清甜和真诚的笑容非常打动人心 1992年的霸道纵横中的桑尼 妆容和浮华上都偏港风 明艳生动,却也不失青春 绝道双胶中的铁瓶菇 虽出场不多 但柔弱婉约,促眉愁绪 又是另一种美 1994年,天师钟馗中的卢昭龙 28岁的桑尼依旧如二八少女般亭亭玉丽 但气韵中已经有了女主的大气 1995年,刀中,向凌如名字一般 灵气十足,就像一朵灿烂的向日葵 天窍娇憨 眉目纯情又极具,真性情 是个绝对出彩的角色 1997年,江山美人中的小蝶 桑尼的鼻梁为她是很娃气的象征 但脸上的纹路还是能看出一丝年龄感 2003年,桑尼的回归制作《妾女幽婚》 桑尼脸部有些僵硬 37岁的她看透了很多 眉目中也少了一丝天真浪漫 2008年,桑尼在台湾大暴剧《光阴的故事》中是许妈 42岁的她格外亲手 但气韵出众 是个精致且妥贴的妈妈 一直到2011年后 桑尼便渐渐退出了大众的事业 作为一个奇女子 大家最喜欢桑尼哪一个角色呢 桑尼原名苏翠玉 中国台湾女演员 她本是前途无量的大明星 先不说演技,但是那天仙般的容貌就让很多人着迷 她美得清晨惹人怜惜 就是这样漂亮 郑当红前途无量的女星 却因拒绝潜规则而出家为妮 使乃观众的巨大损失啊 娱乐圈当中有很多所谓的潜规则 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不堪 而在之前已经被爆出的那些消息 仅仅是冰山一角 虽然圈内非常的混乱 但是也还是有着一些很多的 出于你而不软的演员 比如韩雪、胡歌等人 而今天清风给大家带来的疑问 是当初拒绝潜规则 退出娱乐圈而出家的桑尼 当初桑尼的做法 也是让很多的圈内人大吃一惊 而如今距离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的时间 而当时的桑尼虽然已经24岁 但是容貌却还是保持着12岁的样子 可以说单单是外表 就让桑尼受到了上天的举全国 并且他还被导演罗卓瑶等人 评价为非常像年轻时的梅艳芳 但是并不是纯粹外形上面的像 而是从内在和气质方面 有着如此高的评价 桑尼可以说之后的事业道路发展 桑尼便逐步的在观众心目当中 有了一些的印象 而之后桑尼便也开始跟很多的知名导演 以及知名演员进行合作 开始走向了自己事业的高峰期 比如之后参演踢到宝 就是跟梁朝伟进行合作 而段刀克则是跟赵文卓进行合作 不过虽然桑尼事业一直在稳步高深 但是他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 就是对于作品的尺度非常的在意 一些的激情情欲戏他很难接受 所以这也导致了桑尼在当时 虽然发展很不错 但是受到的资源便大大的减少了 一些导演因为得知了桑尼不肯拍激情戏 所以便纷纷选择了其他的演员 因为90年代的香港电影圈和台湾电影圈 对于这种激情戏也是有着很着重的刻画 可以说这就是早期娱乐圈当中的潜规则 打着激情戏的旗号来吃女演员豆腐 所以之后桑尼事业的发展便开始受阻 但是桑尼当初也是非常反感这些事情 所以便通通都拒绝了 而当时桑尼的做法也是惹怒了很多的大佬 所以一时间桑尼的事业便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而事业受挫后的桑尼心情也是非常的低落 就在这时桑尼便接触到了佛法 在了解了佛法之后 桑尼的内心便也开始逐渐的平静了下来 修缠时速 让她逐渐变得心胸开阔 不再为娱乐圈当中的那些事而烦恼 不过桑尼虽然出家 但是心中也是一直都挂念着自己的父母 可以说凡尘未了 所以在出家后的第二年 桑尼便回家探望父母 而回家之后的一幕也让桑尼震惊了 因为她是家里的独女 出家之后她的父母便没有了收入来源 所以过得非常的艰难 在看到父母衰老之后的样子 桑尼最终也是于心不忍 回到寺内后便请教了自己的师父念诀 而为绝则是告诉桑尼 报答父母恩也是佛法的其中之一 听到这句话之后 桑尼便也决定退去袈裟 再次步入红尘当中 重新开始拍戏来养育父母 为他们养老送中 而重新出道后的桑尼 如今也很快再次得到观众所认可